又到日韩说财经的时间 先针对已经公布的经验数据 帮您稍微解释一下 美国那区消费力道 真的比预期来的强很多 而且就算东西涨价了 还是大家积极的在买东西 你看哦 大家积极的买 透过膨胀就不容易掉下来 通膨依旧处在高档不坠 领主会就会被迫 把降息时间往后延 这么一言还记得吗 之前软件有说 因为降息的预期心理 在掉下来的美国房贷利率掉下来 可现在呢 降息往后延就跟着往上做弹高 在这个时间点上 因为降息要往后嘛 所以咯 想要买房子的 想要盖房子的 反而暂停缩手了 因此请看右下方 美国呢 15年期的房贷跟30年期房贷 从低点往上做弹高 因此往上看 新屋开工 迎接许可 全部都掉到7到8个月来的最低点 再代表着 美国领主会降息延后 房市动能就这么样 被泼了冷水 消费力道真的很强吗 往左边看 3月份的零售销售年成长 大幅成长4.02% 2月份的零售销售 还往上做修正 除了汽车之外 汽车2月份买了 3月份当然就不可能继续再买 因为它是耐久财 但其他的食品 饮料 百货 杂货 电子商务 家务站等等 在3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 全部都静扬 往上做拉台 这就代表 美国消费力道 比想象当中来的强很多 那么这个礼拜中的大事情 看到礼拜一 台湾3月份的外销订单 包括了礼拜五 台湾3月紧急灯号 以及 日本东京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还有美国3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 全部都要公布 来看一下台湾3月份的外销订单 先跟你讲结论 3月份的外销订单可能还是淡淡的 怎么个淡淡呢 请看左边 2月份的外销订单 金额是377.3亿美元 是丢下来的 3月份差不多 也是这个数字 到底为什么 待会我会跟你做一下说明 先来讲 外销订单 可是领先指标 领先在出口之前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瑞涵是一家出口厂商 我做出来的产品的东西 卖给美国欧洲的大客户 你看 一定要是大客户 先下给我单子 我接到了外销订单 才知道这次的单子是100 500还是1000 那知道了单量之后才会进行采买材料啦 拉握啦 零组件这些等等零件买齐做好产品之后才会出口 再卖回给这些的厂商 美欧品牌大厂 再来外销订单是领先出口的重要指标 大家都知道科技新产品往往是在下半年会推出来 新手机新笔电新品版等等等 新科技产品多数是在下半年 下半年科技新品推出来那是他们的旺季 但你想怎么可能手机要推出来卖给你的下半年 那时候再买镜头再买晶片 没可能 镜头啦晶片啦零组件绝对要前面就开始下单 开始拉货 所以他们开始拉货就等于我们的外销订单 以往常推估时间大概新产品推出来往前推 4到6个月才会跟台湾厂商零组件重要关键的零件 进行拉货拉货就是跟厂商来进下单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算了 如果假设9月份推出新产品往前推算 9 8 7 6 对吧4个月 5 4 如果4到6个月 快则是在4月份外销接单接到单子 因为他跟我们拉货嘛 慢则会到6月份 那第二季不就是4 5 6月份吗 因此提醒您 第二季的末才会出现到欧美国家的拉货潮 所以这么一拉货我们外销接单才能够感受到 才会往上做扬升 所以阮姐才会说啦 3月份的外销接单可能还是占单案的 不过讲到了出口就想到一件事跟您做下报告 3月份台湾的出口没败哦 418.2亿美元 年成长幅度18.9% 尤其有我们台湾对美国的出口 金额创下历年单月之冠 3月份的出口到底跟外销接单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样数学算一算往前一推您就明白了 我们3月份做好东西出口到欧美这些的品牌大厂手中 产品做好当然要卖给他 所以3月份出口成品 那么往前推散哦 3 2 1 12 11 10 6个月时间不就刚刚好 是在去年10月份我们接到很多的外销订单 没测吧 再赶快往左边看 你看特别蓝框框 虚线蓝框框帮您标出来了 去年9到12月份哦 我们的外销订单 你们看到顶在高档 438亿到528亿美元之间 就是这样 这时候您问瑞涵姐啦 为什么这时间点一定要拖到6个月 来进行对台湾厂商的拉货呢 因为中间夹了我们台湾的农历过年 所以工作天数递减了 当然呢 欧美这些大厂 他要叫货就要提早叫了 我们要提早去备料等 所以呢 完全明白外销接单是重要的出口领先指标 接下来说到了出口 有件事情要告诉您 这是瑞涵姐的发现 也就是呢我们台湾的外贸出口结构改变了 你注意到了吗 而且台湾的新贸易结构已经俨然成型 请看左边 我们观看三月份就好 台湾对美国东协跟欧洲出口的金额 包括了年成长幅度都创下了高点 尤其美国跟东协是历年单月之冠 可是当您细看 不是只有我们出口到美国跟东协大幅度的成长 从美国及东协国家进口到台湾这儿也是成长的哦 好我先问大家开始考大家了 尤其是呢我们台湾的外贸市场 有些的地方大幅度的成长就代表着有些地方它是衰退的 到底台湾对哪个国家出口是衰退是往下掉的呢 开始想了哦我暗示一下这国家经济是下行的 好房市啦债务等等问题啦 所以呢哪个国家我们外贸出口是掉下来的 漂亮哎呀进步了 上个礼拜也考大家那时候还是分期的 希望您都有说对哦 对就是台湾对中国出口部分是明显往下掉的 就透过了美国跟东协把它补上来 而且呢补更多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下行嘛 所以需求当然就微缩很多了 而从这些数字当中呢 又可以读出我们什么的新贸易结构呢 麻烦您跟着队然姐往右边图来看 先看红色的箭头 台湾跟美国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 多数都是AI产品 人工智慧相关的AI伺服器 AI笔电 AI手机等等 多数是这一些 那么请问呢 AI产品是不是美国最强 当然了 所以您看哦 设计图AI晶片设计好之后 送到台湾来制造代工 但是光一颗晶片就可以完成事情吗 当然不行 这个产品呢 晶片要放在载版上 透过了COAS高阶封装 然后一片一片再放在伺服器当中 送好产品之后再出口到美国 所以您看先什么 美国先把必备的零件啦 华世纪图等等先往台湾送 然后台湾都做好了 AI伺服器啦 AI笔电等等 再出口到美国去 但台湾的强项不是只有AI伺服器这一些 不是只有AI晶片的制造代工 还有呢包括了消费电子产品 自通讯产品等等 也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只是稍微没有那么高阶而已 那透过哪一个供应链来协助制作呢 很简单 制造部分台湾就把相关的电子零组件送到了东西国家 比如说泰国啦新加坡等等啦 送到那去进行组装制造代工 那做好之后 如果东西国家他们做好还属于是中间材半成品 还缺了一些些零件 那没关系就再出口到台湾 也就是台湾从东西国家进口 那因为呢还没有完成 透过台湾一些东西这把补齐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完成品 不管这个完成品 消费电子产品自通讯产品完成了嘛 所以呢台湾完成品就送到了美国 送到了欧洲 了意思吗 这就是黑色的线一跟二 可是有些不复杂 透过了东西国家制造代工好之后 就变成了完整的消费电子产品 很简单的比较偏低阶的 自通讯产品等等 因为欧洲需要嘛 所以从东西国家送到了欧洲 距离就比较近 因此才会发现到 这个台湾出口到欧洲的金额 自通讯产品大幅成长 这样我们有没有明白 而且提醒您哦 台湾经济是外贸出口 所以呢出口外贸新结构已经成型 只要台湾的出口越来越成长 我们的经济景气就会带来加分 麻烦您礼拜五盯着看 礼拜五公布台湾3月份的景气灯号 1月份27分是亮出了经济稳定的绿灯 2月份分数再拉抬到29分 一样也是经济稳定的绿灯 但是呢3月份有没有可能分数再加多一点点呢 来到32分呢 如果有机会来到32分 还记得软件教过吗 如果灯号里面加了一个黄色代表 经济景气的转折 所以呢如果3月份的分数再拉抬到32分以上 那么我们3月份就有机会亮出了 经济稳定转向活络的黄红灯哦 所以呢知道了出口背后的台湾新贸易结构的成型 也盯着景气灯号看 说到礼拜五呢 还有两个数字要公布很重要 一个呢是日本东京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 另外一个呢是美国3月份的PC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增率 同样美国日本都关注通膨 但他们的通膨目标 通膨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本是稳通膨 希望通膨能够稳在2%以上 美国是希望能够降通膨 希望通膨能够压到靠近2% 所以完全两极化 因此呢请看左边 日本还不错哦 黑色那一条是CPI 红色的柱状体是核心CPI 蓝色的是核心 核心CPI 我念完你会觉得怪怪的 瑞兰姐通常不都是CPI核心CPI吗 核心CPI就是扣掉的能源啦 蔬果这些波动比较大的 扣掉之后叫做核心CPI 为什么日本会需要核心 又核心核心呢 很简单 你去过日本玩吧 日本真的很大 北海道 本周四国九州四面环海 所以想一下咯 日本什么东西自产的最多呢 余货余产 那些都叫做生鲜 因为呢他们太多的余货余产 是for国外国内的市场 所以呢波动幅度 价格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哦 所以他才单独列出一个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CPI 所以如果再把能源也扣掉 叫做核心核心CPI 还不错的是这三个数字呢都稳在2%以上 所以代表着日本从通缩转到了通膨 几乎是成功的 所以四月份就盯着看 东京CPI是不是能够稳在2%以上 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你看哦 手上握的日元是贬值的不值钱 面对到的到菜期啊 看的菜啦 追够啦 都是贵的不得了 请问日本民众是快乐还痛苦啊 痛苦 对啦对啦 你看哭上着脸就是痛苦 你不要忽略日本民众心中的痛苦 因为呢通货膨胀压力大 然后现在呢货币又贬值 他们的内需消费占GDP经济成长率 可是高达5到6成哦 所以日本的GDP现在还得想办法 如何提振内需市场 那么美国赶紧来看一下PCE 很不错的是蓝色那一条 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 还有黄色的是核心PCE 你看从去年的2月份 5.19到4.84都掉到2.45 2.78 在美国通膨乍看是压得不错 但细看不对哦 不错 里面还有一个错 什么错呢 请看蓝色的线 你们看到 2月份跟1月份的数字比较 是有点点爬高的 对 2月份跟1月份是爬高一个月 然后呢 黄色的注重底核心PCE哦 是持平在2.8左右哦 所以会不会公布3月份的PCE 连续第二个月网上做爬高 你不要以为没可能 请看下面的框框 美国已经公布的PPI 称赛者物价指数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哦 3月份公布之后 有没有看到 2月3月份都是网上做爬高 已经爬高两个月了 如果3月份公布的PCE 还在网上做爬高 那么PPI CPA PCE 就都是一样 连续两个月网上做爬升哦 所以通膨 僵固性 以及通膨的N型反扑 软姐交过 还记得吗 所以此刻提醒您 如果3月份的PCE 还是网上做爬高 那就是连续两个月了哦 提醒您 这时候美国联络会心中想的 心中担心的 不再只是降息延后 降息码数降低而已 而是华尔街就会开始在思考 会不会今年一整年 保持高利率都不降息了 甚至华尔街还是媒体写着 可能会逆向升息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担心的理由了 最后赶紧来观察 这个礼拜重要经济数据的掌握了哦 礼拜一看一下 我们的外销订单 3月份还是不是单单低三月天 然后礼拜五台湾3月份的景气灯号 转到黄红灯吗 景气活络一些些 礼拜五还有日本冬季4月份 CPA稳在2%之上吗 3月份的美国PCE 是不是连续两个月往上扬 那可就比较麻烦糟糕了 以上就是热韩说财经的单元 帮您掌握重要本座经营大事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史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超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LINE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 请不吝点赞订阅